萧炎形象升级 在吸收过陨落星炎 并且将青莲地星火与其融合后 萧炎的实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此时她的形象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为了冲出天坟炼气塔 萧炎搞出了大动静 当她冲出天坟炼气塔后 众人的反应也是相当的有趣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萧炎破塔而出 众人适合反应 苏千惊讶 作为内院的大长老 苏千已经达到了斗中的实力 之前为了守护内院 封印陨落星炎 苏千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亲眼目睹 萧炎被陨落星炎吞进肚中 当时苏千十分的难过 甚至一度将天坟炼气塔封锁了起来 不准学员擅自出入 如今天坟炼气塔 突然被火焰冲破 苏千当时就傻了 她愣在那里 有些不知所措 随后开启防护罩 雇住了自己和身后的学员 当她见到萧炎的时候 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讶 苏千差点以为 陨落星炎又爆发了 所以当时苏千表现得相当紧张 紫炎开心地跳起来 紫炎和萧炎的关系很好 在萧炎遇到困难的时候 紫炎多次挺身而出 帮助萧炎 萧炎也不吝啬 炼制出好的丹药 也会送给紫炎 虽然紫炎是内院墙榜第一人 但是她还是小孩子的幸福 所以在见到萧炎破塔而出时 开心地直接跳了起来 作为萧炎的姐姐 萧炎突然地现身 让她情绪有其失控 萧玉是萧炎的表姐 也是萧炎在嘉南学院 唯一的亲人 虽然平时萧玉喜欢跟萧炎伴组 但其实她对萧炎非常的关心 本以为萧炎葬身在陨落星年口中 谁知萧炎竟然没有死 萧玉一时间情绪激动 差点激动地哭泽 作为萧炎的好友和同学 林燕 林秀牙和柳青三人 再见到萧炎后 也是相当开心 林秀牙甚至迫不及待地想要看 萧炎现在究竟有多么强牙